嗨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老师 今天要帮大家上的课叫做月亮星座 为什么要上月亮星座呢 基本上我们跳回一个更高的层次 从灵魂占星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会沿着日月的光芒 投身到地球这个物质的世界 那么太阳代表的是我们的意识 阳性面以及的精神目的 而月亮代表的是我们的潜意识女性面 还有被养成制月的一个习惯 我们这一辈子其实就是要活出我们肉身 还有结合日月这两股能量的内在光芒 所以当然日月都很重要 可是大家都很习惯太阳星座 反而不太了解自己的月亮星座 可是我个人认为你一定要先学会月亮星座 为什么 因为对于你自己个人 或者是你想透析你喜欢的人 察觉为什么他会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原因 都在月亮星座 因为月亮星座跟我们的情绪直觉反应有关 这种直觉反应是没有办法伪装的 突然之间它就出来的 还有我们个人的习惯 可是月亮很奇妙的是 它往往只有当事人知道 或者是它是需要被刺激才知道 比方说太阳在世座的人 他可能今天会出来穿了一身明牌 告诉你某某明牌的很好看吧 可是月亮世座的人不会 他会穿了一身明牌在你面前走来走去 然后他预测你应该会说 哇 明牌好棒好漂亮 它是需要让你来表现出他期待的样子 所以月亮星座其实非常的有趣 那么我们在学习月亮星座的时候 内在有三个主题来下手 第一个 从月亮星座来看一个人对什么很敏感 敏感当然就会造成 这个人会因为什么事情快乐或不快乐 所以我们要知道如何让一个人快乐不快乐 就是要看月亮星座 第三个就是我们一个人在不快乐 很痛苦的时候会如何疗愈自己 让自己快乐 滋养自己 所以对什么敏感 如何快乐不快乐 如何滋养自己 甚至保护自己 月亮有个保护机制 这个就是月亮星座很重要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好 如果今天大家上了一整周的班 我们大家聚会要来到某一个同事家 打电动啦 玩桌游啦 对不对 或唱卡拉OK啊 这个时候呢 月亮如果在火象星座 包括了白羊狮子射手座 他们一定会来 如果他想玩这个游戏的话 他们一定是全场最疯狂 最叫最跳 最投入游戏的 为什么 因为月亮在火象星座 他们要什么样才能够很快乐呢 叫做热情热习 这个游戏好好玩 他们喜欢玩 第二个 游戏是有比赛的 所以有竞争的 他们想要赢的感觉 这是第二个热血的感觉 第三个是什么呢 他们如果赢的话 他们可以被看到 或者是呢 今天他们有很好的歌喉 平常无法被人知道 来唱歌 是不是就很自然 就有免费的观众跟掌声了呢 这个是月亮火象星座 他们要的 他们不禁得要来聊天哦 可是呢 如果是月亮风象星座的朋友 来到的话包括了月亮在双子天秤 还有水瓶座 他来他可能会参加游戏 但是他也可能不参加游戏 那他来干嘛呢 聊天打批的咯 他就是来跟大家讲个五四三 逗嘴聊天八卦交换讯息 他们喜欢听到不同的声音 不同的想法 不同有趣的事情 或是大家最近在学什么看什么 这个世界的趋势 同时呢 他们也渴望 在被别人问起的时候 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的看法 我有个看法 终于被别人知道 他们也许不会主动讲 可是呢 一聊天起来 他就可以表达了 看到没有 月亮在风象星座 他的那个滋养 那个快乐是什么 资讯 聊天 不带感情的哦 不是说你痛不痛苦 你伤不伤心 难不难过 你聊不疗愈 不提及这些 开心的事 可是呢 土象星座 就不一样 月亮如果在金牛处女 还有摩羯的人呢 他来可能是因为知道 今天会有好吃 好玩 好喝的 我要来尝一尝 或者是 我今天周末 我刚好要到那附近的大卖场买东西 我顺便去看看 也做到一点人情 或者是 我那朋友最近搬新家 去他家玩 看看他的房子多少钱 他的这个装潢设计如何 这个游戏他跟谁买的 有什么样的东西 我可以来参考看看 同时 也可能他来之后呢 打听一下工作消息 大家的这个就业情报 或者是最近股票 哪一支可以买 还有 因为现场可能有人 可以帮他介绍男女朋友 他的那个目的性 是比较强的 也可能他就是要来享受 那个物质感官的快乐 因为土象他一定要有具象的 比方说 有好吃的东西 来这边有可以躺好 好躺的沙发 或看很大的电视 感官刺激 还有音乐多棒啊 那个沙发快乐的来源 可是呢 月亮水象星座的 如果会来那真的就是 你们很好了 月亮如果在巨蟹 天蝎 还有双鱼的朋友呢 说真的 他们是跟熟人来往 假日就是自己的时间 通常人对了 通常人对了 什么都对了 人不对 他真的不会来 会来这种人多的场合 通常是因为 第一个可能都是熟人 第二个可能主办的这个人呢 是他的好朋友 或者是他是被好朋友 熟人拉来的 所以他才参加这样的活动 因为他需要慢慢的熟视才能够 啊 揭开自己的真面目 否则呢 他可能只是在旁边 微笑啊 听啊 附和啊 但是我告诉你 通常在我的这个班级里面啊 水象呢是那种最后一认识之后话最多的 因为他有情感的连结 你知道吗 他就会想要分享他的情绪 快乐不快乐 或者是关心别人 所以由月亮所在的火风水土 你就会感受到 不同的那个能量的场次 跟他们如何让自己快乐 反过来 也就是他们不快乐的来源 我们再换一个场景 月亮代表是我们如何滋养跟保护自己哦 直觉反应哦 就是你被人家吓的时候 或是威胁的时候 你怎么样反应哦 那么你先想看 如果今天在一个场合里 老板凑着脸出来说 公司最近呢 这个业绩不好啊 准备要裁员啦 我再给大家半年时间 如果再交不出业绩啊 我们就裁员 哎哟 天啊 感觉好紧张 生存权 对不对 生存意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月亮族群 他会赶快的动作叫做 月亮代基本星座 什么是基本星座呢 包括了白羊 天秤 巨蟹跟摩羁 因为这四个星座啊 是四季春夏秋冬的第一个月份 他们代表的是开创 启动 或者选一个方向 他们掌握主导权 就是方向盘往右转 往左转 走哪一条路 他们动作很快 但是有个小缺点 他们是擅长开头的 可他们不太擅长 怎么样 维持 比方说 老板说这个半年好 我努力看看 会议结束 马上打电话 抠客户 马上找朋友帮忙 找业绩 马上再谈 一些合作机会 可是呢 可能谈了三个月之后呢 感觉不太 不太妙耶 怎么办 这个月亮在 基本星座的白羊 天秤 这个巨蟹 还有摩羯座的朋友 就可能开始 找工作 找边谈 他们另起炉灶 另起新的计划 当然他也可能 不照着老板的座 他想要做一些 别的方式来挑战看看 可是 他们会 转向一个新的方向 那么另外一个动作 也算快的呢 叫做月亮 变动星座 包括了 双子 处女 射手 双鱼 这个族群呢 是四季里面 最后一个星座 所以它带有一个 双重性 比方说 春末 夏初就有一个 春天跟夏天的 共同特质 所以他们非常擅长 这种混合的 或处于一个 不确定性的 怎么办 快被裁员啦 所以他们可能呢 先看看 哎 办公室里面 谁的业绩最好 多跟他靠近 多跟他学习 多跟他去跑业绩 看看能不能 藉由他的力量 来帮助自己 再来呢 看看 同业竞争对手 还有谁的这个 方式是可以抄袭的 或者是找经销商帮忙 甚至于他们会跑去找老板聊天 哎老板啊 那你觉得这个裁员的话呢 你公司要达到什么样的状况才会裁员呢 你希望做到怎么样比较好呢 跟老板博感情 他们会让自己有很多个选择 在最后得以为生 他们当然也可能找工作 可是他们不会像基本星座 在这个半年内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间里 他们就有可能跳槽 月亮变动星座通常不是 他们在最后一刻 看手上有几张牌 哪一张牌比较好 他们才会做决定 所以你要知道 当你约这个变动星座的人出来约会 月亮双子处女射手双女 他如果告诉你 哦好哦 可能有空再看看礼拜天晚上的活动 是不是 好那我礼拜六晚上跟你说 礼拜天晚上跟你说 你就知道 他其实有好几个选择 他看那个时候的心情 或是看那个时候哪一件事 他做起来最有效益 另外一个星座呢 叫做月亮在固定星座 包括了金牛 狮子 天兮 还有水瓶座 这个族群啊 就是呢 不轻易投入 一旦投入呢 也不轻易离开 他们一听什么 要裁员 啊业绩不好 怎么办怎么办 他们会是死守最后 一条船的那个 坚忍的勇士 他们就会开始在这个月内 做好计划 然后呢 不断地在既有的客户里面 找寻有没有办法 可以卖更多 或者是呢 可以减少更多成本的机会 他们会在一个地方 他们有信心 或者是比较固守的环境里面 一直找一个方法 把它改善改善改善 达到目标 所以呢 他们通常呢 会是在老板说的 那半年之后 好吧 你的业绩不好 那你要被裁员了 好吧 我就裁员吧 到时候再找工作 或者是说 到时候也许就 不会被裁员啦 老板只是一时气化 因为他们不想浪费他们投资过的时间 还有投资过的这种经历 所以你就知道 在感情上面 哪一种最放不下了吧 那么听完了以上的这三种类型 我们就知道 这个月亮在内在的反应是如何 记得哦 内在反应是 我们不见得看得出来 可是 它有机可循 你今天听完课之后 你可以观察 你就知道它在想什么了 那么 月亮星座我认为它是一个要寻求伴侣或是婚姻对象很壮的参考 因为如果两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 或者是为点小事就觉得不爽 或者是想要表达情感无法连结 就尴尬了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可能月亮在风向的先生跟月亮在水向的太太吵了架 先生想要弥补老婆 那他可能听朋友讲 哦 风向嘛 最近这个什么手机啊 很红啊 然后大家都买很贵啊 超流行的买一只给老婆 但是月亮水向呢 他可能其实是希望先生花一天的时间陪他度过两人世界 吃个大餐聊聊天 结果老公呢 只是给他一个礼物 很贵 然后也不陪他 哦 更生气 他都不了解我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呢 婚姻或者是一种同居的生活 长久就会死在这种情绪不开心的这个里面 所以要记得哦 我们要学习月亮星座的重点 就是要来观察自己同时知道 你的伙伴 你的情人 你的家人 喜欢什么 开因什么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 更有同理心采取对的动作 与他有和谐的相处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一堂课再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